好 那我們現在繼續來處理臨時提案 請問大家是不是手上筋拿到 好 請先讀臨時提案 臨時提案 略以 提案 除記者席外 修改目前紅樓302會議室空間配置 使立法委員與備詢人員的質詢 備詢台 改設置與其他委員會會議室相同之配置 必立實施質詢備詢 提案人委員葉玉蘭等 好 大家手上是不是都拿到了 總務處 處長 好 我們是不是請總務處先說明一下 報主儀報委員會 委員的提案 我們基本上院裡面是予以尊重 但是第二點我們提出一個 第二點我們提出一個思考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協商是在議場的三樓 他的面積只有25平 很小 那我們每次來協商的官員都很多 沒有休息的地方 那他們都散佈在這個議場的梯間 所以說也不太好 那以今年的例子在審中央政府總預算的時候 我們就移到這個301會議室來進行協商 那我們就開放這個302會議室讓這個 行政官員在休息 那換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再進來 好 我想這個大家都有目共睹 那我們是不是建議 當然這個是另外一個思考 就是說維持現有的形勢 作為立法院另一個協商的一個空間 以上報告 好 謝謝總統長說明 我大概說明一下 跟各位委員來報告 為什麼會有這個提案 主要是葉委員跟劉思邦委員 在這個他們在進行巡答的過程裡面 因為我們現在的空間配置 他跟其他委員會不一樣 沒有這個備巡台跟這個諮詢台 所以在巡答的過程中 這個攝影機設置也好 他的視線是會被下面的座位區所干擾 因為我們都坐在座位區上面來進行巡答 那不可避免的在會議進行中 會有很多聯絡 或是助理要討論 或是要這些事項 那會有人員走動 那造成說這個質詢的過程 我們跟備巡的官員之間 委員跟備巡的官員之間的對話 很容易被打斷 好 那也會影響到市場 一場這個轉播的情形 那所以才會有這樣的提案 那這個也是經過跟 委員會內各委員的成員去討論過 因為其實應該是只有上一個會期臨時會的時候 第一次把這邊拿來用作這個協商的時候來使用 那可能還是以委員會的用途為主 那我想請總務處理言你一下 就是說 具體 因為今天業委員他有事 他要跟我說他沒辦法到場 事實上是應該由他跟劉勝委員來說明會更清楚 那你總務處理言是不是可以再說明一下說 如果我們依照這個今天這個提案通過之後 到底這個空間上 譬如說可能這個 這一排還會保留嗎 這往後退一點嗎 還是說他的這個 優點的空間配置會變怎麼樣 就是說他搭訓跟備巡怪左右兩邊嘛對不對 那後面的部分會怎麼處理 報告這個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那這個委員的提案是保留後面這個記者區 就是改善這個前面這個區塊 那前面這個區塊 可能我們排的位置就不是像這樣對排了 那我們是回覆到那個兩邊要有這個備巡台 那就會像樓下2011一樣嗎 對對對就類似隔壁 那你後面那一排會保留嗎 不會不會保留 這個就不保留了 就是保留這個記者席這個部分 記得其實前面 那以後官員坐哪邊 不 官員就是我們可能就是一排一排一排 就跟隔壁的這個形式是一樣的 然後前面有兩個備巡台 主席我是不是拿那個圖給你看一下 好 那我們是不是也點一個各位委員 好的 那請旗幟委員 主席我是這樣建議 事實上總務講的是沒有錯 但是就是說 因為每個委員會的確都是有固定的那個模式了嘛 那也的確是質詢跟備詢會比較清楚 好 那這個空間的配置就是像其他委員會一樣 那其他的當然說要另外再配其他的使用用途的 那個我是覺得可以另外做思考 那就是說全部都要回到一般的正常的 質詢跟備詢的這個模態 可能會比較一致 所以主席這其實 這跟鑑柴先生其實已經沒有什麼關係 這是我們這個委員會要怎麼處理的事情 那我們讓建材院先先回去好了 好不好 因為你們的案子都審完了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提案 因為總務處這邊還有一些想法 那具體設施我們再跟業委員 還有這個其他本會委員溝通 之後再行處理 那今天就先不宜處理 好 那本次會議 到此結束 上會 等一下 有嗎 這個指派指打錯了 就是委員會的員不見了 好 我再唸一次 好 我們現在補充報告 那個修正動議的文字 因為剛剛打字有輸漏 我們再修正兩個字 就是第二條的這個 最後一項 在餘院內設特種委員會 加一個原字 那所需工作人員由院長就所屬人員中 指派兼任職 指派兼任職 字改成職 好 那就叫修正動議再修正 好 通過 好 謝謝 好 那本次會議到此結束 上會